旧上海的市立图书馆 旧上海市立博物馆和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 这三重建筑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大上海计划中最为重要的三重建筑 在布局上前两重大楼遥遥相对 而市政府大楼则位于两个建筑中楼线上的北面 不同的是旧上海市博物馆是仿北京城古楼造型 而旧上海市图书馆则仿了北京城中楼的造型 含成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双子型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旧上海市立图书馆 上海市立图书馆的正中央设立仿北京城中楼造型的门楼 充分显示了中国建筑的特色 1935年成功自行的部分宣告建成了 第二年的9月上海市立图书馆就正式开放 在蔡元培等人的筹集下 当时上海市立图书馆拥有长书50万册 其中真长本就有4000多册 图书馆开放未满一年 就爆发了813松湖抗战 于是被迫关闭了 在炮火中这三幢主要的建筑 分别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旧上海博物馆受到的炮火的破坏最为严重 而旧上海市政府的屋顶也遭到了严重破损 旧上海图书馆的损害相对比较小 抗战胜利以后 这里属于同济大学附中 后来一直是同济中学的图书馆 虽然说旧上海图书馆与数百米开外的 旧上海博物馆相对而立 但两幢建筑的开发保护又在天上之别 下一期我们就来看一看 旧上海图书馆的翻新历程